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领孩子 有的人在我身后说你想多了 有一位我特别喜欢的学者 他跟我们说年轻人要折腾 因为他们有时间 但是老年人更要折腾 因为他们没机会了 今天这位学者66岁 但是他打算重新开始折腾一把 他准备在未来的几年当中 用他渊博的学识写下 36卷本 一中天中华识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 李中天教授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您的气色这么好 还对付啊 就请坐啊 这段时间又在屏幕上看见您了 客从何处来 对 我要解决我从何处来 我曾经跟客从何处来的节目组联系过 我说能不能我特别想做一期 他们说你算了吧 听出来了 你是花果山啊 掌声有请李中天教授开讲 非常感谢大家的欢迎 但我得实事求是的说 我很不情愿的站在这 因为我很怕来到这里 又被贴上一个标签 叫青年导师 我身上标签够多的了 用的最多的叫学术超难 我真的不想再贴上一个标签 叫青年导师 我今天来 只是想和我们的青年朋友们 一起探讨 交流 分享 如果说有导师的话 我希望你们也同时是我的导师 我们互为导师 请问18岁的时候 你们在想什么 干什么 高考 都在高考 那么我18岁的时候干了什么呢 我18岁的时候 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 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那么我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勇敢的决定呢 读了这本书 这本书是苏联作家 这本书是苏联作家 我要成为中国的威拉 有会唱的吗 我会 问别离的儿子吧 再见吧 妈妈 再见吧 妈妈 别难过 磨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吧 妈妈 再见了 妈妈 稳别离的儿子吧 走了 根本没有想到妈妈的感受 后来我爸才告诉我 我妈每天晚上哭 就是要去 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实现自己的理想 但是去了以后 才发现那个被诗意底描述过的地方 证明了生活不是事 等待着我们的是 无法形容的寂寞 单调 劳累 纠结 我就住进了牛棚 跟牛住在一块 第一天干活干什么 挤牛奶 我就上去挤 根本挤不出来 这老子工具过来说 不是这样挤的 你得先让小牛吃一口 把那奶撞出来 我说这小牛怎么弄呢 你把这小牛放了让它吃啊 小牛拴在旁边 我把小牛解开了 小牛冲过去 一口咬住 就吃奶 我在旁边看着 这老子工具 你怎么看着 怎么吃完了 你挤什么呀你 我说这怎么弄呢 你拽过来啊 好吧 我就拽那牛 我根本就拽不动 书生牛毒不怕火 他还怕我吗 好不容易拽过来 又把它扇上 它又挣脱了 挤了大概这么多 母牛发现 很愤怒的 一脚就把奶捅踢翻了 然后顺便也给了我一脚 这老子工说 你怎么这么笨呢 后来班长过来说 这个要不你放牛去吧 班长给了我一根棍 现在这么长 很结实的棍 我说拿着棍干嘛呢 打馕啊 把馕倒是没有的 打牛 牛不听话你就打它 我没管这个 我就带了本书啊 装在口袋里 赶着牛出去了 出去以后牛在那吃草 我就看书 看了一会一看 牛没了 只有一头牛还在跟前 正准备往前走 赶快拎着棍子过去 我说你站住 你上哪去 牛看了我一眼 然后走了 最后的跟前一头牛都没有 然后只好拎着棍子 一个一个去赶牛 然后就很快把我从 去武班调出来 我到了大田班 然后在兵团干完了 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脏活 累活 苦活 比如说有一种活叫做脱裤腿 就是棉花苗长到这么高的时候 要把棉花苗下面的两片叶子把它打掉 因为它苗只有这么高啊 你这样是够不着的 得跪下来 跪下来以后两只手去弄 然后就西行 一爬就是一天 兵团的田叫条田 那个条田叫做一望无际 根本看不到头 你每天必须从这一头爬到那一头 然后把另外两行的叶子打完了 再爬回来 这一天活就算干完了 你要是速度不够 你回不了家 你根本回不来 那个时候我看得到一望无际的条田 我的希望在哪里啊 现在很多年轻人说 我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希望 你到条田去看看 后悔吗 不后悔 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决定 我不后悔 我到现在都认为 当我服从自己的内心最强烈的冲动的时候 不管它的结局是什么样的 不管将来我会吃多少多少苦 我无怨无悔 选择即负责 人生能有几回二 何不潇洒二一回 所以我到今天还很二 我的二劲一直保留下来 就是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 我想我既然是做了这个梦 虽然生活不是诗 虽然生活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 可以给我提供那么多素材 让我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但是我的梦 我得继续做下去 所以我当时读了很多的书 而且正是由于这样一个积累 最后让我考上了武汉大学 我毕业以后 住过办公室 住过桶子楼 一直很艰苦很艰苦的过来 我现在很清楚的记得 1998年 厦门大学房改 学校分给我一套房子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教授了 112平方 七打折八打折 折下来你们猜多少钱 啊 三万 不是每平方啊 总价啊 我买不起 我后来为什么要去做电视呢 我为什么要去上百家讲坛呢 不是那些媒体猜测的 说什么你上了百家讲坛你就大红大紫 你就能出名 你就能挣很多钱 根本不是这样 那个时候谁上百家讲的挣钱啊 做一期节目一千块钱 扣掉税九百六 我算了一个很简单的账 一个月播四期 是四千块钱 一年坐下来四万八 就这么简单的东西就去了 我觉得我这一生好像很多事情我是没有想过的 我真的没有想很多很多 我也没有什么纠结 轻轻松松就去了 这总是有得有失的 我就想明白 我既然都是有得有失的 我为什么不二一八 我绝不想我做成了有什么好处 那么我只考虑一个问题 一旦做砸了 我要承担的那个代价 我是担得起还是担不起 如果这个代价我是负得起的 做 2005年上百家讲坛 2006年品三国 我也不想谦虚了 装谦虚 确实出名了 两件事情告诉我 我出名了 第一件事情 我在香港 遇到一位老夫妻 过来说 你戏不戏一冲天呢 第二件事情就是 2006 2006年 2007我记不住了 2006年吧 八月份品三国在北京首发 当时西单图书大厦 被排队来签名的独自 团团围住 把西单图书大厦围了一个圈以后 还排不过来 从地下车库穿过去 一直穿到了居民区 然后居民打110报警 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 来了一个副局长 17辆警车 100个警员维持秩序 这大概就是所谓世俗眼睛里的成功吧 同样按照世俗的眼光 我一中天 好歹也算叫功成名就 同样按照这样的眼光 我应该 寒疑弄孙 安享晚年 但是我突然有一种冲动 我决定要写一部 36卷本的一中天中华诗 就是像这样的一本书 要写36本 又是什么概念呢 两个月写一本得六年 而两个月是写不了一本的 因此得八年 到八年 就接近李昌玉的年龄了 我不知道到那个时候 能不能像李昌玉一样 把小萨放翻了 当时消息发布以后 就有人表态说 这是如果不是易老师疯了 就是我疯了 可是我就是想做呀 我就是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我就是想写这么一部东西 我现在可以告诉诸位的是 已经出到第八本了 我还会写下去 一直到 无能为力为止 非常巧的书 前不久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档纪录片的拍摄 这纪录片叫客从何处来 到了湖北省图书馆 拍这个纪录片 我才知道图书馆里放着我真祖父的一套书 叫太平草木蒙芽路 而且最神奇的是 我发现这本书里面 我曾祖父给他的子孙有一条遗讯 自序平生自愿 荣华富贵皆在所后 唯望子孙留心正学 他连未为民辱 则真实舞 酒缘寒笑意 寻孙免哭哉 我这个时候我才神奇的知道 我居然是在完成曾祖父的遗愿 通过这次拍摄 我也才知道 我身上的这股劲 这个力量 被客从合出来的剧组 称之为血脉移层 阿上伙说家族宝 欢迎庆祝由梁茶领导者 家族宝一家冠军播出的 中文首当电视新年公开课 开讲了 早上明天下班阿尔美娜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会可能获得由梁茶领导者 家族宝为您提供的精美力 再次用小声感谢 谢谢 大家请坐 接下来我想问几个现场观众 给您提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 因为您也在大学当老师 比如说您怎么看待大学校园里 老师看不上学生 学生看不上老师这样的矛盾 我带学生的时候 没有这个现象 所以现在我不知道 我跟我的学生相处得非常 认为 认为看不上老师的 请举手 你本来以为坐在角落里没事吧 结果没想到大家都没举手 我看不上是因为PPT上写什么 他就说什么 然后也不提完也不干嘛 中途连个课都不下 你看不上主要是因为中途不下课 不是 主要是因为讲得太俗 然后我又听不懂他妈说什么 你会担心这段如果我们播出的话 老师一想 整个戏里面拿PPT上课的只有我 我们上课好几个戏的 然后全那PPT基本 然后他们估计也不认识我 我后来都不去了 你现在还去的课里面 有没有看不上个老师 管子特别松的 我还看不上他 我去了他又不点名 然后我一不去他又点名 我就反 有一分我去了就俩人 然后他就往那讲 然后我还特认真听 我说肯定点名 就俩人来了 他没点名 他说今天肯定大家 两个人他点什么名呢 哪个老师会这样自取其辱呢 他老师犯傻 他老师有点迷惑 他老师有点笨 他应该这么招 他像我这么做 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啊 记下来 他回去就发微信了 上课的老师都记名字 请不给高分 第二天不都来了吗 笨嘛 笨笨笨 谢谢你 请坐 您很勇敢 其实我觉得呀 有的时候会不会也因为老师的原因 使得他有些懈怠 他不是老师存心要懈怠的 我们还应该相信大多数老师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学校的考核 不是看你上课上的好不好 不是看你教书育人的好不好 不是看你和学生的关系好不好 而是看你每年发表多少论文 是在每个级别的刊物上发的 他们是用管企业的办法在管学校 北京大学李林教授说的把学校办成了养鸡场 然后校长书记整天在数你下了几个蛋 天天数数下的突然说你怎么不下一个创新型的蛋 他哪有时间跟学生交流 接下来再问您一个问题 您对那些模仿您说话的行为怎么看 我不看 我是喝酒只能喝一宗的一宗天 这个草草他最喜欢吃什么嘞 你说喜欢吃什么呀这个 今天在现场真有人会模仿你 王毅 来 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开始 我们讲三国 那么说起三国呢 我们就会想到著名的赤壁之战 说到赤壁之战呢 我们就会想起苏东坡那首著名的赤壁怀骨 大江东去浪添 千古风流人无风 孤雷西边人倒是三国周郎势壁 乱石穿空惊涛派爱卷起千堆雪 谢谢 吃药吧吃药吧 我怎么分明听出了东北味呢 你是东北人吧 那么我包头 包头吗 是靠近东北那边吗 说话有点那味 不是我说话也有点东北那嘎嘎 他没错呢 他带点东北枪了必须 吃药吧 所以别人模仿您也不在意 你老是心态真狠 实际上我是没想通一个问题 我向你请教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要在乎 外界怎么看的 因为毕竟您做的很多的工作 是要和外界沟通 比如说您作为一个学者 您要去演讲 这个你放心兄弟 我去演讲的时候 大家不会站起来公司 大张伟来了 毕老师还说 我不看 我看您是七七感 我知道 我知道 好了 接下来问一下前面的八位青年代表 一大哥您好 就是您当时跟我们差不多年龄的时候 有没有写过诗追过女生 我十八岁的时候就写情诗 但是没有对象 这种抽象的内心美好的情感 哎呀 哥们都经过十八岁 你懂的是吧 我懂 那个诗的名字我还记得叫川布拉吉的姑娘 川布拉吉就是连衣群 俄语 我还只记得最后两句就是 你默默无言的晚相遇啊 请刺激而暗相来闻闻我 哇 您太早熟了 哎呀 但是我没有对象 就现在您还写情诗吗 就甭管给谁 就还会用诗的这种状态来表达您的情感吗 说得好 自从我女儿写诗 我就不写诗了 道理很简单 她比我写得好 我记得很清楚 她十一岁的时候写的一首诗 清晨 明亮的露珠 从草叶尖上滑落下来 照旧落入小河 明天人们不会发现什么 我的 只有河里的鹅卵石在无休止的说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最后一行诗 但没人知道 那你说我还写什么呢 太棒了 我还写什么呢 易大哥 就是我想说刚才听了那首诗 我特别感动 但不是因为视而感动 而是因为什么呢 您对自己写的诗 您只记得两句 但是您对女儿的诗 您整个都背了下 画的名字叫做 拙劣的话迹 抵挡不住我对男神的一片痴心 谢谢 好 谢谢 王嘉远 小发哥好 易中天老师好 我能叫你小天老师吗 你应该不反对吧 我想给他 好像有个问题 那网络上一个什么小天也挺火的 奶茶妹妹 会不会混在一块了吗 您了解的事还真多 接下来我想问的是 听完您的演讲 我最好奇的是 您在新疆知青的那段时光 让你真正懂得了生活 不是一首诗 那么我想问的是 让您有这种体悟 是因为你在那个时候 没有谈恋爱吗 这个在冰团十年 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那个时候 老师说比今天还物质 为什么那个时候更物质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物质 穷的你吃了上顿 没有下顿 因此下顿就很重要 如果你要取一个姑娘的话 你能保证它的下顿吗 不是房子不是车 就是一个下顿 就是一个柴火 就是一锅玉米面糊糊 如果你连这个都拿不出来 那么你帅有什么用呢 你会写诗有什么用呢 诗算什么 诗能管肚子吗 我那个时候 既不高也不富也不帅 身高一米六九 收入仅够糊口 虽然问个不休 谁都不跟我走 我想那句 插问一句 就是如果要是当时让您换 如果您当时不会写诗了 但是您当时能够填饱肚子 能够管好自己和你心目中的 那个它的下顿的话 有这样一个交换 您愿意吗 不愿意 但是如果说 那你就得饿死 那我是好愿意的 底线是得活着 所以我想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您其实是在当时 那样一个物质年代里 一个追求精神的这样一个诗人 是吗 哦 你太抬举我了 我其实也挺追求物质的 我当时除了写作 除了满足自己的梦想以外 我还得为领导 为单位写一些东西 如果我从连队到了团部 来做一个通信员 就很开心了 因为可以吃机关食堂 机关食堂有肉吃 连队没有肉吃 谢谢 很实在 所以如果说 我的写作可以换饭吃 我是换的 接下来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是 在您遇过的那么多事情当中 是什么让你觉得最为辛苦 是之前环境的窘迫 还是之后成名后 被一些人的误解呢 没有什么最难过的坎 只要是坎就是难过的 因为它就在你跟前 你过不去你就死了 我就说我当年轻的时候在兵团吧 有时候真的是再也觉得活不下去了 我说这种算了 这没意思 这种人生有什么意思呢 死了算了 但是就是一个信念 我觉得我还没活够呢 我要做的事情 我还没做呢 我不是要当伟大的作家 写中国的勇敢 往里写呢 我为什么要结束呢 那就硬着头皮过去 有时候你实际上就是咬咬牙 扛一扛就扛过去了 就是一扛 你六年 那叫一个磨刀祸祸 不知道多少人在找他 那我的想法又很简单 我为什么要为别人而活着呢 我的生命又不是他们给的 我的生命是我爹我妈给的 我爹我妈从来没有希望过我灰心丧气 希望我活不下去 希望我走投无路 但是我要说一句 我由衷地感谢我上百家讲坛以来 批评我围剿我的那些网友和媒体 我谢谢他们 如果没有他们这么严格地要求我 我也许就膨胀了 我也许就骄傲了 我也许就自大了 我也许就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 也许我从此就完蛋了 我今天不会站在这儿 好 刚才听了一中天老师的演讲之后 首先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 就是您的双手在大部分的时间一直插在口袋兜子里面 您是不是还处于一个自我保护的意识 就您并没有完全地放开呢 我们不是豺狼虎豹 我们也并不是扯念而去的母牛 我们就是怀疑一些问题的青年学生 咱们把双手拿出来 然后咱们心对心地交流一下 好 可以 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 因为拿出来以后割拿 一种姿势是这样对不对 你觉得很好看吗 还有一种姿势是这样子 你觉得很好看吗 那我总不能这样吧 而且因为你这样 我也不能这样对不对 我就能晃着了 好 谢谢您 开始的时候提到别人称名为一超男 所以到这个问题上 我就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 叫做刷存在感 是因为我觉得您本职是一个教师 但是到了快退休的年纪 您又上了电视 讲起了不属于本专业的历史 把叶变成了鱼 把鱼变成了叶 我妈肯定会说是不务正业 我知道您有两个兄弟 是不是在家里能够得到的 最基本的关心也被处理了三 以至于您到现在 没有一个存在感 是不是您当年在放牛的时候 那些离您而去的母牛 造成您的空居 也造成您没有存在感 我觉得你现在像头公牛 包括您像现在您写的新书 一中天中华史 而不是在中华史下面 加上一中天注四个字 所以我很想知道 大师也缺存在感吗 我这个时候想插一句 就是我想刚才接着 马浩这个逻辑问 马浩一句话 那你现在是一个学生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我是一个学生 但是站在这个舞台上 是不是也是不务正业 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并没有像一中天老师那样 已经放弃了学校的教职 我还是一个大四的学生 我即将毕业 我还在完成我的毕业论文 我即将去美国读我的博士 我觉得我是务正业 我只不是今天下午 利用了一下午的空间时间 我来到了这个舞台上 这有什么错吗 OK OK 好好 非常 那我告诉你 第一条 我当年上百家讲坛的时候 学校没耽误一节课 我跟你一样 也是利用业余时间啊 您现在吗 退休了 你能反驳的只有一条 我也退学 告诉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光荣退休 不可以吗 我是用退休老头钓鱼的时间 来做开讲了 不可以吗 他已经在这个讲台上 成功地惹恼了很多家民 不不不 我一点都不老 就他的逻辑环节 没问题 是没问题的 逻辑起点错了 所以他后面的全是不沉溺 不好意思 没懂 能稍微解释一下吗 你是从 先认定 你是刷成存在感开始 然后才追问了 是因为母牛吗 是因为兄弟吗 是因为什么吗 那些问题是 前提是 你在刷存在感 你一大堆逻辑不通 我告诉你 你还有 什么叫不务正业 什么叫正业 你说 你去讲一个 不是你专业的课 你这叫不务正业 那叫不务专业 不正吗 用词不当吧 好 那么我再往下逻辑推理 所谓不务正业 这个词是罪名吗 谁规定了 这个人 大学的时候 学了什么 将来就得干什么 小莎是 主持人专业毕业的吗 谢谢你兄弟 这口气 我编了好多年了 我们今天提 谁在敢 在易中天老师面前 说不务正业这个词 你就看看马浩的下场 就可以了 一个人的存在 它就是存在 要刷嘛 需要刷嘛 没有得到别人的关注 希望更多的 得到别人的关注 除了课重合出来 还开奖了 你今年还能找到出 我一个电视节目吗 如果像李正说的 我要上电视 太容易了 多少电视台在请啊 那我不会就刷 刷 刷 起刷 我觉得人 活在书上 最重要的 首先得是人 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专业 做什么职业 做什么事业 而在于你是不是在做一个人 当你做人的时候 如果你服从的是你自己内心的冲动 而你又至少没有危害社会和他人 甚至你还能够为社会和他人 多少带来一点好处 何必在意人们怎么评价 何必在意人们说你是不是刷存在感呢 下一位 来 易老师好 小萨哥好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开奖的现场 然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就是 我觉得还是在家看电视比较好 为啥呢 当我不喜欢看呢 我就可以换台 有人跳这么快就 那哥们 就那个挺伟岸的那哥们 你要在三国 也是一员大将 这在城底下叫板的这将 你这话太吓人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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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提问易老师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什么感觉 因为我是戏剧学院的 然后我就发现 从大一刚进校到现在为止 就是很多同学都变了 同学都变得不像以前 不像从前 然后我就刚才听到您说有一段 说您后来 节目也上了 钱也挣了 然后有点名气了 但是您到现在心态依然是那种 就是比较随着自己的内心走 我是想知道 您是如何保持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不被外界的东西影响自己 真正有内心在追随什么 我实话告诉你 不被外界 完全不被外界影响 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被外界影响过来 一个就是卖橘子的 卖橘子的农村老太太 四十多岁 突然喊 咦 那不是一中天赛啊 一个卖橘子的老太太都认识我 我多有名啊 那也烧乎乎的啊 你以为不烧啊 就内心还是有这种 那当然有嘛 膨胀 没反应他就死人 对不对 你说你完全不受影响 你不畏所动 别听他的 他一定是骗子 但是很快就 就批评你同时 分治他来 马上就清醒过来 清醒过来很简单 你没有什么可牛叉的 你有什么好抖的 你有什么好嘚瑟的 马上我给自己 说了两句话 夹起尾巴做人 埋下头去读书 不是为别人不忘乎所以 为自己 因为忘乎所以 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 谢谢 谢谢老师 开讲了 由纽翠来独家特别呈现 纽翠来八十周年 品质成功 来 王爷 叶老师你好 我想起了多年前 您在一个访谈节目中啊 说您在清平的时候 写过一幅对联 是这么说的 学富五车 才高八斗 探人间从此 西年少 生计久留 家徒四壁 问天意何时 纵斯文 这幅对联是我送给我师兄的晚年 我的师兄在上课的时候 突然倒在讲台上 以身殉职 然后我们去给他办丧事的时候 发现他家里面什么都没有 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他的遗孀能够来招待我们做的 就是这么大的小板凳 但是架子的书 除了书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我写的一首 晚年 这个事情刺激了我 我要赚钱 我不要过查了一种声色 安平乐道不是这样理解的 安平乐道的意思是 即便我贫穷 我也乐道 不是说乐道一定要贫穷啊 谁规定说知识分子就该贫穷 谁规定说读书人就该贫穷 而先复习的就应该是挖煤的挖油的 什么道理 如果说一个社会读书的人 创造知识的人 创造文化的人是穷兮兮的 这社会是合理的社会吗 老朋友屏幕下部的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将有可能获得由凉茶领导者加德宝 给您提供的精美礼品 开讲了 由纽崔来独家特别呈现 纽崔来80周年 品质成为 下一位 您说的这个一中天中华史 那在这本书里面呢 其实您的许多的一种文风 可能和我们之前读到的史书都不一样 比如说您是这样描述嫦娥的 他眉毛浓密 目光澄澈而又灵动 红唇小巧 嘴角挂着一丝 庄重和威严 这是一种高贵的冷漠 圣洁的美丽 不容侵犯 不容亵渎 现在我们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 这个不像是一本史学著作 而像是可能郭敬明写的一本小说 就大家觉得您写作特别像一位90后 您觉得大家对您的这种现代感 或者说90后的这样一种评价 是在夸您呢 还是在损您呢 夸我呀 当然 哥 我90后 我坚信的一条 就是一个作家 只有当你自己写爽了的时候 你的读者才会爽 一个好的主持人 只有在自己主持的爽的时候 你的观众才会爽 一个好的教师当他站在讲台的时候 只有他自己讲得爽的时候 他的学生才会爽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想写中华史 有很多人萌生过这样的想法 但是只有一中天老师 您是真正开始实践地做下来的 谢谢 这么多年来 我不敢说别的大话 但是有两句话 但是有两句话我是确实做到了的 我想把这两句话送给大家 就叫做 无一日敢懈怠 无一事敢妈 尤其是当我们获得一点小小的成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心存敬畏 要知道上天在看着我们 你不要得遗忘 感谢各位 来到开奖了 再次感谢一平天教授 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奖 再见